建制派怎樣去奪決 首先我要在這裏同大家交代 梁君彥在過去半年的不作為 居然以為一個政治的張力會自動消失 我覺得是天真無邪的太重要了 在過去半年她是完全沒有做過什麽事情 而我們民主派亦都有開會 但是從來沒有建制派要大家想著怎樣去解決內會的一個問題 而且大家都知道 其實建制派在過去半年在內會那裏都是沒有什麽大反應的 都是近期被激活了 特別是兩辦的聲明被激活 當然另外還有在梁君彥拿法律意見之前 是完全沒有諮詢過我們民主派 根本就是毫無誠意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仍然有一部份的法律意見 是未公開的 因為那個部份應該是由余資深大律師 和孫資深大律師 撰寫的那一個法律意見的一部份來的 所以那部份涉及是什麽狀況 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到現在都是未公開的 我們今天剛剛收到的就是 Lord Panik 和 Mr. Anthony Chan 所寫的一個聯合寫的一個法律意見 我們不要緊要我們再等 不好意思大家等 我們先等一等 我們先等一等 多謝碧雲好 可以 不好意思 其他機我們再等一等 不好意思 或者我們重複一點 我們重複一點 好 Ready 告訴我聽 不好意思 好 我Ready 告訴我們聽 各位我們現在回應 今早11點大概20分 11點20分 梁君彥公佑公佈說 在未來 說他自己決定了 在未來星期一的11點鐘 就會由陳健波去主持 這個內委會選舉主席的事宜 我們民主派 對他的決定表示非常憤怒 我們見到建制派聯同梁君彥 或者他是其中一部份 是怎樣去奪權 過去半年 我們完全見到梁君彥是沒有任何作為的 然後他居然會覺得 作為主席是完全沒有作為之下 而兩邊陣營是會因為政治的張力 是會自動消除或者解決的話 我覺得他簡直是天真無邪 第二 我們也是 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在這個星期三 李慧琼曾經向傳媒表示 是說會經這個廖長江來聯絡我 說去開會或者去接觸等等 不好意思 這麼久以來我完全沒有 在那天開始我沒有接觸過任何 剛才說的相關要討論的事情 無論那個是廖長江也好 或者是其他建制派議員也好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梁君彥在拿任何的法律意見 包括無論那個是余資深大律師 和孫資深大律師之前的那個法律意見 和現在拿這個叫做御用大律師的意見 從來都沒有諮詢過我們民主派 我們是完全不知情的 跟著第三 大家不要忘記 到這一刻 仍然 仍然是有一部分的 到這一刻仍然是有部分 由我們本地兩位資深大律師 所讚寫的法律意見 到今天仍然是收收埋埋的 梁君彥仍然是沒有透露 究竟那一部分收埋了的法律意見 究竟是涉及哪一個範疇 什麼時候拿 為什麼要拿 以及究竟是什麼 到今天都未公開 也都未透露給我們知道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部分是絕對有關 而且大家都知道 現在梁君彥在做什麼呢 就是拿一個合體的法律意見 合用的法律意見 跟著一棍再一棍打下來 第一棍 上星期五 我們見到內委會 李慧琼奪權 拿的法律意見 就說他是有這個一般權力 作為李慧琼 作為其中一個候選人 這些根本就是叫做 永續權力 永續主席 而上個星期五 已經出現了所有 他們要得出的結果 已經全部已經進行 而我們都知道 或者所有全香港的市民都知道 所以我們到來這個月底 我們就會討論國歌法 而就算這個專利 那個條例 本身是上來會 還比這個國歌法為早 但是都是行國歌法先 上大會 這個蓄意證明 完全不跟時序 而是政治任務最重要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月底 我們會討論這個國歌法 而第二棍怎麼打下來 就是今天 上次就李慧琼奪權 這次很明顯 是非常醜陋 梁君彥奪權 他不單止奪了 郭榮鏗議員 去主持內會 選舉主席的這個權力 而且 他還陰點陳健波 大家不要忘記 陳健波論資排輩 何時輪到他 我們的論資排輩 是行之已久 就算如果郭榮鏗要退下來 都未輪到陳健波 有排都未輪到他 接著最有資格的 最有資力的 就是 陶瑾新議員 跟著就是梁耀忠議員 而我剛才講述的那兩位議員 並非候選人 外會主席他們並非候選人 在早前一早已經退選 所以大家就看得到 梁君彥今次的決定 奪權 而且是徹底 徹徹底底 否定了所有行之已久的 我們講的無論 是講的是議事規則 因為剛才我都聽到很多記者朋友 特意質疑他 第九十二條 他怎可以在第九十二條用這個權 當年用權的時候 是曾玉成 我都在 是剪長奧的報 而當時 他就說 第九十二條很清楚 一開波寫明的 中文是寫什麼 對於本議事規則內 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 但大家都知道 不止你知我知 連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和孫 孫之深大律師都知道 是有議事規則處理選舉主席的事宜 不是一句 現在的情況 非常之罕見 或者英文所說的是 Exceptional 就可以 漠視 在規例裏面出現過所有的程序 現在我們見到 梁君彥是徹徹底底 對立法會 無論是規則 規例 我們說的議事規則 內務守則 甚至是程序 和行之已久的一些 大家同意的手法 完全徹底破壞 否定 所以我們對今天 梁君彥的決定 是非常之憤怒 而是他 歷史一定會記住他 因為在他做主席的這四年期間 我們的立法會 差不多所有可以被破壞的規矩 他都在他手上被徹底破壞 當然 還要配合建制派出來 一見到合用的這個法律意見 就好啊正啊發達了 這樣 香港不是這樣行的 立法會更加不是這樣行的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表示非常之憤怒 當然 所有的一些 其他的下一步的行動 我們就要再進行商討 但是我們用了一個很短的時間 簡單去看一看法律意見 這個就是我們就著法律意見 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謝謝 好 我有一點點想補充的 就是 梁君彥說到說 是最快捷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但眾所周知 整件事最簡單最快捷 原本的解決方法 就是李慧琼退選 他一退選就可以回上來主持那個內會 這個他們講得很清楚的 不過私下當然 就是他們不會容許民主派 是可以坐上內會的主席位 這個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大家現在看到 一個立法會內部的權力 是可以私相授受到這個程度的 它是徹底顛覆整個立法會的運作 我們所有的議事規則 這個真是去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而第三點就是 語民貴乎溝通 就不會取笑別人說話的發音等等 但是梁君彥作為立法會的主席 他講到困局僵局的英文的時候 他是重複的講 什麼impasse 就是麻煩你了 你連這些這麼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根本是失禮整個立法會的 正確的發音是impasse 我簡單交代了 我昨晚是什麼時候收到通知 或者是以什麼形式 昨晚我是在 我要看回當然應該是晚上 那我就收到秘書 就打電話給我 就說有一個趕急的事情 就說梁君彥希望在今早早的10點15分 就和各板塊開會 沒有說是因為什麼開會 他就特別希望 就是秘書說 他特別希望郭榮鏗議員出席 當然 因為他只給了這麼多資料 我也有跟他說 其實10點15分 當時我們應該在開財委會 有可能是說一些比較刺激的議題 或者甚至是投票 我已經交代了這個 後來我再和我的兄弟姐妹 就是民主派其他議員 各板塊了解過他們的決定 我們很快就已經覆了給秘書聽 說我們的集體決定是不會出席 是一致的 是的 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今早就沒有出席這個會議 我覺得在這裏 是有必要和大家交代 那個程序就是這樣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 李慧琼星期三 不知道是星期三還是星期四 回答傳媒說 會經廖長江議員去找我 並沒有此事曾經發生過 剛才梁君彥一直都很強調 如果內會一直停擺 就會有機會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基本法對於立法會的權力 想問其實在內會的運作上 到底怎樣運作之下 會令到履行不到基本法對於立法會的權力 其實我特意都拿回第七十三條 要再看一下 大家第一就會看到 逢星期三都有開會的 我們繼續有會開的 budget都剛剛 我們投反對票而已 建制派全都投票 大家遲些都可能有錢拿 跟著這個財政預算案要討論的 又是我們的權責 跟著要處理這個投訴等等 又是我們的權責 跟著另外還有法律的東西 我們仍然有標籤 要通過的東西我們會繼續處理 所以甚至有權議案我們都會做的 其實這個部分我就覺得很離奇 其實我們都有繼續處理 根據基本法立法會所需要做的職責 所以我看不到 我看來看去都是覺得 我只是看到一條過波發彈出來 這個是他們的政治任務 再加上林鄭的臨門一腳 那這一腳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踢到門 還是撞柱反彈 這個就沒有人知道了 還是他跑得不夠快 那個波滾得快 這個就要拭目以待了 但是大家要留意 其實梁君彥那種奪權的方式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奪去了這個 郭榮鏗主持外務委員會選舉的這個權 他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也都奪去了本來 陶謹申議員都可以去主持會議的這個可能性 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法律意見的話 可能你們都會看到一個叫撤要板 曾經那裡都有提過 其實是可以用一個叫做resolution的形式 在大會那裡過 即決議的形式在大會那裡過 連這件事都省發 其實他本來有三條 即他現在一次過破壞了三個可能性 就是要快 除了快我看不到做什麼 所以就快到下個星期一 就找陳健波去做 那這件事我想 除了廢事爺長夢多 好心急一定要處理完之外 我看不到其他解釋的理由 好 請你認為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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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理會了法律的法律 在承諾先生的法律 請你解釋一下 請你解釋一下 我認為總統 Mr Andrew Leung has in fact well I would say de facto destroyed the whole system including the rules of procedures our house rules as well as our practices and conventions by appointing 陳健波 to handle or to preside to handle or to preside the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 separate meeting for HC election host committee chairman election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and groundless you can see that first of all under the rules of procedures we have very clear rules saying how we should elect a chairman of the of the house committee and so it is well at least it's not fulfilled it doesn't comply with article 92 of our rules of procedures and secondly if it's based on its similarity it should be James To who should be presi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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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committee a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election committee meeting sorry election of house committee chairman and thirdly you can also see that even in that in that legal opinion that we recently received that is made that is opined by Lord Panic as well as Mr. Anthony Chen you can see that in fact the the chairman can use a resolution and pass this resolution in a council meeting instead of just making a decision by himself and it's like it's well it's author of course it's very authoritarian and you can see that this decision is totally made by himself without consulting anyone I don't see he has taken any action to resolve this political tension by omission in the past six months so and they and he hasn't really consult us before he get any legal opinions and still at this moment we have still got part of the legal opinion that is that is that we haven't we haven't got an assess to so you can see that what he is doing is absolutely destroying our practices and even mutual respect to each other so I don't think he is well that's why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all these comments regarding his decision today I'll talk a few words about the 民主党 of the view today as President for her very as President of the untry and great Até her as one as president as а is is our protection and this in done прямо in there here is 這些真空、空白的地帶 才可以行使這個權力 但現在問題是 我們有內務守則 我們有二次規則 講清楚怎樣選內會的主席 副主席 各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是有很清楚的規則在 但現在他都堅強用92條 這個擺明是借92條扭曲濫用這個條例 然後就是去行使他的政治控制 所以我覺得如果作為立法會一個以示立法機構的主席 自己都不跟規矩辦事 無視這些法例 規則 障情 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這個任意性是令到立法會的尊嚴大受打擊的 我們以後怎樣立法呢 現在立法會裏面自己的主席都不跟規矩 我覺得這個不單止是奪權 問題是濫權 因為梁君彥其實 他自己不是內會的成員 內務委會的成員 他沒有份的 現在他強硬插腳下來 用92條強硬勾操離要DQ郭榮鏗 這個是一個不跟規矩辦事 非常粗暴去踐踏無視我們的議事規則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恥的行為來的 我覺得應該要受到我們議員的譴責 另外不單止是粗暴要濫權 DQ郭榮鏗 還有進行政治陰點 他陰點陳健波 亦都沒有法理依據 如果一個立法會的主席可以無視規則 隨意陰點一個人 取締另一個人 這個現在這個立法會還成世界 所以梁君彥不要怪責 為什麼我們沒有人尊重他作為立法會主席 因為你完全離譜了 你這樣搞的話 整個立法會被你搞到 就是亂來的 不用跟規矩的 喜歡怎樣都可以了 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香港的立法會呢 現在是變成立法會在建制派梁君彥的領導底下 是變成一個封建的王朝 他們喜歡怎樣就得點 規矩適用就拿來用 如果不適用就亂哭解 硬來 這是一個很悲哀的情況 讓我說幾句話 我覺得 Mr Andrew Loan的動作 今天是非常討厭和 despicable 我認為那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剛才提到 在昨天的主席法會的主席 責任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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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如果要提出這些責任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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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許多方法去解釋我們的法律 那是不可行的 那是完全不可行的 我想回應 Leo 你剛才有問過 他說是維護基本法行使職能的問題 而這個原因是去啟動議事規則改善 但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立法會的職能都有很多 包括監察政府亦可以傳召任何人上來 建制派過去十幾年一直都在denign這個權利 那是否代表他們違反基本法呢 很明顯這個是double standard 當有部份民主派的同事 聲言在九月之後 如果我們過半 我們會引用基本法權力底下 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 那為何那些保皇黨若急不及砸出來 又說這個是錯誤的呢 這個很明顯也是一個double standard 我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你覺得對你有用的時候 你就說要尊重基本法 當你覺得沒有用的時候 你就漠視基本法的存在 這個明顯是以權力為指標 而漠視任何其他客觀標準和規矩 當今次 我認同剛才梁繼昌所說的 我用中文說一次而已 就是當你是說這個是特別的情況 所以你才動用九月二 但是什麼叫特別情況 你是沒有解釋的 而當剛才陳淑莊清楚地說出 連英國御用大律師都說了 你是有其他方法去解決現在你的問題 包括在會議上面是引用一個動議 去處理現在你的情況 是可行的 這個其實戴啟斯上個禮拜的意見 也是講同一樣的 為何明明有康莊大道你不行 你要抄捷徑呢 唯一合理的解釋 就是你連康莊大道你都不耐煩 那就是說這一種對權力 如此著急 已經是超然若揭 而這一點對立法會的破壞是長遠的 而這一點也是保皇黨集無狂態 我很快想說一說 這班保皇黨一直在說 說我們民主派是濫用這個 這個議會暴力 不斷說我們在裡面有很多議會暴力 但我一見到就是一班的食人族 穿著西裝打著胎 用刀叉來吃人肉 難道這樣不是更加暴力嗎 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來看清楚 這些才是真正的議會暴力 這些才是制度上的暴力 所以香港人我們更加要團結一致 就是看清楚不單看清楚這班人 我們要更加團結 繼續努力 梁君彥可以做出這些行為 其實很明顯也是因為兩辦出的聲明 所以如果你今時今日 還不知道 究竟兩辦如何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的話 其實去到今天所有這些畫皮已經完全揭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是否要回上去 是啊 回上去開會 繼續開會 明ietnam 負上去